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C元运算符的第三种运算符 我们称之为未运算 那么未运算在我们嵌入式开发中 应该说它是最接近于底层开发 也说最接近于硬件开发的一组操作符号 那么未运算在我们嵌入式工程师来说 它的应用频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也希望大家在这里一定要把未运算的每一个符号 它什么时候用,以及用的一些技巧一定要掌握到 好,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整个未运算我们分了这么几个 一个称之为一位,一位符号 一位自然而然分为左移和右移 然后以及我们的主位或或语,然后取反 然后一或还有一个取反 那么我们先看左移和右移 那么左移和右移这是比较好记忆的 那么一个我们是左和右 只是我们要把它理解成 一旦我们认为左移了 那么我们就认为它实际上是一个乘法 那么这个乘法相当于是乘以什么呢 乘以2 那么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为什么是乘以2而不乘以3也不乘以几 因为我们是二进制下的左移右移 二进制下的左移右移 二进制下的一位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 我们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每一位 那么实际上就是把它乘以个2 举个简单例子 M我们左移一位 那么就相当于我们M怎么的乘以了2 M乘以2这样一个表达式的最终结果 是这样一个结果 那为什么这样来考虑呢 如果说你这个不好记 那我们再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的2在我们的计算机内 4吧 用4来说 4在计算机内存中表示2进制是1 然后0 用这三个比特来表示4 就可以说明我们实进制了 那么4乘以2呢 很显然我们要把整个内存空间 我们多写几个 0 也说在内存中 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一个关系 100那就是4 那如果说我们想得到8怎么办呢 那么8的特点是什么呢 是0 1 1 然后0 0 0 所以这样你可以看到 这个1其实是往这边移的 那么所谓的移位 其实就是把整体往左边移了移位 这是我们的一个乘法的概念 所以说我们在我们的嵌入数开发中 一般来说 如果乘 我们在上回说了乘法 一般来说我们都不建议使用 但如果是乘以2 或者是2的倍数 那么自然而然 我们用移位的方法是非常好的 那有同学说 那我比如说我现在移1位 那移2位呢 那自然而然就乘以4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最终来说我们的规律就变了 就是m 左1 n位 那就相当于 m的什么乘以2的一个n-n次方 2的n次方 好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以后乘法的时候呢 尽量保证我们的乘数 是一个什么 2的倍数 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实际开发中呢 我们c源编器 其实会帮我们自动的完成 这样一个什么 微运算转换 也就是说我们在 比如说写这样段代码 有些人比较担心 他说 比如说老师 我写了这样段代码 b乘以32 那32呢 很显然也是2的倍数 这个不用说 是2的多少次方呢 2的5次方 对吧 也就是说移了5位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c源编译器 是直接调用软件乘法的代码 或者是乘法库 去执行b乘以32吗 我们说并不是 c源编译器 其实它会自动的 把这句话翻译成b 左移 5位 那么利用这样一个关键字 我们cpu可能一个周期 就能把这样的值复完了 所以说对于1位 我们需要能够理解 那么左移中 我们还要再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符号的问题 因为1位 它不仅仅涉及到数据 就是说我们要考虑的条件 有两个 一个称之为数据 1种我们称为数字 数据好办 因为数据我们说 内存就是这么放的 我们就想把这里面的1取出来 或者是这里面1往左往右 去往前推 这是数据的概念 但数字呢 我们一般来说 主要设计一个符号 设计一个符号 所以数字来说呢 我们更多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 负数和正数 那么对于左1来看 大家来思考一下 有没有什么影响 左1来看 那么我们说实际上 这个在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举 那就是 负1乘以2 那么也就实际上就说 让它变为什么 变为负2 那这个我们怎么来看呢 好 那对于负数的表示方式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用一个例子来举 我们用8个比特来举例 8比特来举例 那么我们在学计算机组成原理的时候呢 可能也听过一个概念 就是 补码 圆码 然后最后我们的一些 就是这些码的关系 那么首先来说 1什么表示呢 实际上是这样的 首先在计算机的最高位 用1来表示负数 然后我们的0 0 0 然后因为我们用8比特 所以0 0 0 1 那这样的话 我们代表了计算机 负1的一个基本表示方法 但是并不符合 我们需要先进行它的一个什么 一个补码 然后那么取反 什么是补码 取反 就是符号位不变 其他位全部取反 全部取反 然后取反过后呢 还要加1 那么才是真而八经 我们在计算机内存 所表示的东西 所以说负1 真正在我们计算机内存 表示的方式是什么样呢 我们说其实就是全腰 全腰 所以这样的话呢 全腰就代表我们 现实中看到的负1 那么这个 在我们的很多开发中呢 经常会把负1 当成一个标志 其原因在这 负1的标志 其实就是在内存中 全高练频 那么利用全高练频呢 我们可以认为 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状态 好 那当然我们再看 负2了 那么负2 负2呢 一样的 负数是1 2呢 就是0 0 0 然后 0 0 1 0 那么这个呢 我们在后期以后 就慢慢熟悉就可以了 好 一样的 我们先给它取反 那么就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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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1 1 0 1 所以一定要注意 这个符号 符号也不变 符号也不变 然后我们还要加1 加1过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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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1 然后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加1过后 那么这个地方的1加1 实际上因为在二进之中 我们实际上其实是10 对不对 因为它逢二就要往前进一位 所以说这个时候是变成1 1 什么 0 他们要 1 1 1 0 那么大家来看一下 负1和负2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同样的空间 你看 我左移过后 实际上是不是左移的过程中 其实最后一位 涉及到一个问题 它是空的 也就有点像我们 像我们的什么呢 就说我们的这段内存 这段内存 已经在我们实际空间中存在了 现在我要左移 那实际上是不是就要把里面的内容 里面内容原来是这么多 现在我要移出去 往左移 移出来 那移出来肯定在这个地方 就涉及到一个什么 空位 那么这个空位 我们究竟填什么呢 记住 左移我们都填的是什么 默认都是填0 这是它的一个规律 填0 就以0来进行补位 进行补位 所以说那么你看 负2乘以负1 其实是不是还是并没有 出现我们所说的符号位的问题 所以说不管我们是正数也好 还是负数也好 我们用左移都可以完成乘以2的关系 好 这是关于乘法 就是左移问题 那么右移我们就要注意了 好 那么右移的话呢 那么逻辑上没什么问题 右移的概念就是 右移的概念就是 我的内存在这 然后我的原始空间在这 那么右移很显然就是 把我们的这段内存中的 这个椭圆形 往我们的右边去移动 一位 假设用一位来表示 一位来表示 那么这个时候 肯定又空出了一位 看没有 空出了一位 但这一位就出现了一个 非常严重的问题 因为它是最高位 因为我们如果是右移一位的话 最高位 不管你右移几位 最终都会涉及到最高位的问题 那我们最高位是填1好呢 还是按照我们左移说的填0好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非常要小心了 因为最高位的不同的值 所代表的物理意义 也就是说我们的数学上的正负数 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的右移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把它记住 它是跟什么有关呢 跟符号数字 符号变量有关 什么叫符号变量有关呢 那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 也就是说如果我写成int a 然后让a 让a又移 又移n个 和我们写成 on single的int a 然后也是让a 又移n个 那么在我们CPU的表现形式上是不一致的 表现形式上不一致的 所以对于又移 又移是除法 这个其实跟我们刚好是相反 这个应该很好理解 那么这个时候 这种情况我们就认为 又移符号是一个严格遵循什么 符号位的一个什么 变量操作符 那么这个在我们实际开发中非常有意义 甚至来说如果不小心我们心常喜欢用这种方法去写的话 那就会出现一个新的问题 那么我们很有可能我们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个死循环 举个例子 还是按我们先画一个图 那么之前我们说了 那这个地方又移中 如果说我们之前是有符号数 有符号数 那么这个椭圆形再往右边走出一位过后 那么一位的空格里头填的是什么 我们说它填的实际上是1 就是符号位 符号位 就是说因为你是有符号数 有符号数如果是负数它就填1 如果是什么 如果是什么 如果是正数那就填0 这是它的一个规则 这是我们的逻辑 右移的逻辑性 逻辑性 所以说你正负数是不一致的 好 那这个时候你看我们现在如果写了这样一段代码 我们来看看 wile 一个循环 就说循环吧 循环 然后我们说wile 让以a来循环 a循环中我们是这样来做的 就是我们可能之前定义了一个硬刻a 对吧 a然后怎么怎么样操作 然后我们在a的过程中 我们让a不能那么单独的变a 因为如果wile a是一个正值的话 这个循环是死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样左翼移位 每次我右翼移位a 然后负给a 那这样a是不是就每次发生改变 对吧 f把a就相当写反了 右翼 右翼移位对吧 好 那这样的话a就不断的变化 那我问题的问题是这个循环过后 我们后面的print for 你觉得会不会打印出来呢 这点大家要注意 就这样一个小例子就非常说明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的a的定义 a的定义并没有严格按照我们符号的要求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什么 a你不管你的a是什么值 你不断的右翼 只要是这个地方是个负数 只要是这个地方是个负数 那么a能不能变为0 永远变不了为0 因为它的符号位是不是一直在那边站着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循环就永远 这个段内存空间永远不可能把0全部占据 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好 下面我们还是看一个例子 那么这个例子其实就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例子 好 那么你看 我们还是要在内存空间中 我们用a分配了一个正数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有符号的 而这个有符号中 我们先用while去看一下它的条件 那么很显然这个条件肯定为真 因为我a的这段内存并不是全0 并不是全0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让a不断的去累加 变化 怎么变化呢 不断的向右边去推它 推它 一味一味推它 那么推到什么时候呢 推到a 当这个a空间内存空间为全0的时候 那么我们认为这个循环是不是就假了 假的话是不是这个加号就会打出来 对不对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思想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肯定没有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a是一个正数 那么你不断的往右边移的时候 因为正数的符号位是0 所以说不断的最高位 最高位不断的以0去填充 最后0肯定会占据把整个内存空间填满 对不对 所以当然这种方法其实也是在什么 是不是也就是把这个内存空间中的 所有的1都给它推掉 对不对 推掉的方法 然后我们再往下走 好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效果 这个效果 build执行过后加没问题 但是你看 现在如果说还是这样的代码 但是由于内存空间的不确定性 它如果说不小心成为复死了 最高位是一个符号位 也就是复数 这个时候我们在不断的右移的情况下 就会出现什么 不断右移情况下出现什么 我们最高位不可能再填0 因为它是符号位 所以说必然在填什么 1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最后的一个效果 就说我的这段内存 最后都在最后了 都已经把全推完了 那么最后我们填的是什么 填的还是1 就是全是1 以1 以不断以1进行填充 所以这段内存可不可能成为0 就永远成为不了0 好 你看我们再试一下 好 再build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加号是出不来的 而且其实在我们CPU中 你可以查看 其实这个地方已经出现了什么 是循环 所以说在我们的这段 这个位移算中 我们需要一定要考虑 这个左移和右移的什么 符号 符号 然后对于右移 因为是除法 然后左移是相当于乘法 都是 当然乘以2 这个除肯定也是什么 也是什么 除以2 除以2 当然这都是2的倍数的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的m 左移n位相当于等价什么 是不是m除以什么 这个除法我就不写了 除以2的什么 n次方 还是一样的 所以说 那么我们在以后开发过程中 如果涉及到乘出法 那么能用什么呢 能用这个 那个一位操作 能操作得了的 我们尽量用一位操作 也就是说我们的乘法 乘数或者除数 尽量跟2的n次方有关 那么之前也让大家去统计了一下 2的n次方有哪些数 对不对 它们跟n的对应关系 那这个呢 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 就可以灵活地使用了 我 simple 就أن我们有关系 两个 三个